其實啊這個台北市的明泉大橋 好我們現在視訊又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相信有很多這個我們的同事也都很關注 因為我們就在明泉大橋的旁邊 但是啊台北市的明泉大橋 從內湖往松山端的方向 沒有想到就被大家發現說 近五年來機車騎士的超速 被拍照取締數量高達了25000多件 如果換算下來 其實平均每天都會取締大約15件 好這個議題其實昨天 剛好就被這個李明賢議員在議會質詢了 因為他說一年開了超過5000張的罰單 最後警察他們也認為說 原來他們是躲在橋後偷拍 好到底難道是克地 針對所謂內湖區的居民嗎 明賢議員你怎麼看 我跟玉潔還有中天的好朋友解釋 因為我在議會是交通委員會 昨天是交通委員會開會 所以我是質詢這個議題 那我剛剛再解釋一下 這五年來 再從內湖往市區 就由內湖端往松山端 進入市區 就被拍到五年來的測速是2.5萬 2.5萬件 那平均一天是360件 那我用一天24小時去換算 就一天被抓到的是 平均一天是15件 可是其實我昨天也有網友跟我指教 因為警察這樣躲在那裡 偷拍大概就是兩三個小時 他不會一天躲24小時 所以是很密集的 一天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就拍到300多件 快400件的違規超速 這個比例有點不符比例原則 當然超速是很不應該的 那大家應該開車要遵照速限 可是警察的指法顯然是不對的 不符比例原則 所以大家可以在畫面上看得到 警察是躲在上橋端 然後在天橋的隱蔽處 依照目前的行政法法第33條 還有交通違規稽查跟 輕微違規的勸導作業 是不能這樣子指法的 所以我昨天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包括交通局長陳學台 他也明確表示說 這種指法方式是不應該的 交通大隊也承諾說未來會改善 你看我們警察很辛苦啊 如果你要取締的話 你就站在大家看得到的橋面上 或看得到的一個地點 那提醒這些用路人 包括機車騎士 包括駕駛要小心 那你不要偷偷摸摸躲起來 在那邊偷拍嗎 我覺得這種行為很不好 因為 依照現行法規 除了有對警察指法 有相關的標準 SOP流程之外 第二個 警方指法是要讓用路人更安全 而不是你為了開罰單而開罰單 所以這個要去做改變 所以昨天包括交通局 包括台北市交通大隊 台北市警察這邊都有承諾 未來的執法方式要去做改變 否則民眾這樣 不小心然後就被偷拍到 上班很辛苦 從內湖出發 然後到台北市上班 一個 一天大概也賺個一兩千塊 然後被拍一張罰單 一天就白做工了 當然超速不應該 大家要遵守速限 可是警方的執法方式 過去我們常常看到 不只民權大橋 警方躲在橋面下 這個觀眾朋友大家看得到嗎 還有過去在高速公路啊 還有很多測速的地方啊 依照規定 必須在前面100公尺 要有明確的標示 那雖然民權大橋橋頭 已經有標示了 可是在上橋端 因為車流匯集 匯集太多了 民眾不會注意到 所以昨天我也提醒了 交通大隊 你未來 就說你就站在橋中央 然後你前面再加個告示牌 提醒大家 前方有測速 有測速了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很重要 直把不能構陷於民 不能陷害民眾了 所以直把要讓交通更順暢 更安全 而不是為了開罰單而開罰單 否則一年被開了6000件 這些民眾不是很冤枉嗎 所以警方要知道他的責任之所在 那第二個 昨天也有很多網友圍剿我啊 包括PTT也有人圍剿我 說我是在包庇這些機車族 我是在替他們在 在跟警察作對 不是這樣子的 我自己的親弟弟也是警察 他也之前也是交通大隊的 所以我是支持警方 符合原則的比例 符合比例原則去執法 這是很重要的原則 台灣是法治的國家 可是不能過度執法 不能陷害這些用路人 這是最關鍵的 警方執法是要讓道路更安全 更順暢 這個原則不能本末倒置 好 當然現在這個問題 已經被民嫌議員給抓了出來 而現在警方北市交代的承諾 會做出改變 我們期待 未來可能就會出現一些改變了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民嫌議員的視訊連線 謝謝 拜拜 而言之 是 連絡 完成 了 請 大家好 , 好